我們現在要組裝的車子是奧迪的R8 奧迪的雙驅R8 型號是A300 A300是它的型號 看你們收到車子的時候 請先清點一下內部的配件 有沒有齊全 右左這邊是它的坐墊 輪框蓋 再來是輪子會有四顆 這一個內凹的是前輪 這個有凸出來的一個俗稱梅花座 凸出來的這個是後輪 安裝的時候比較裝反的前輪後輪 再來是配件包 配件包包含到後照鏡 它的充電器都在裡面 然後擋風鏡 再來是遙控器 說明書 再來是方向盤 另外一個你們要留意一下 說到車子的時候 它的電源線是在斷開的情況 所以你們要先測試 請先連接上這條紅色的 沒有接的這條線 連接上電瓶 接上之後 我們啟動車子的電源 測試看看能否正常啟動 然後前進後退 我們測試一下 試踩油門看看有沒有正常的轉動 確認沒問題之後 我們再開始組裝 電源線要記得接上 再來第二個要注意的地方 是每一個輪子的位置 都會有這一個 已經鎖上去的螺母以及電片 你要確認四個輪子都有 後輪跟前輪會不一樣 後輪是一個電片加一個螺母 前輪呢會是兩個電片 前輪是兩個電片 一大一小的電片 再加一個螺母 所以確認一下四個輪子的螺母 以及電片都在 如果不在的話 找一下裝車子的塑膠袋 或者是紙箱內部 找一下有沒有掉落下去的零件 所以要先確認一下 輪子上的螺母是否還在 那我們現在開始組裝後輪的部分 我們把配件包裡面的小工具拿出來 這個小工具就長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在鎖輪胎的工具 會有兩根 兩根都要拿出來 兩根都要拿出來 接下來呢 我們先將輪子上 本來已經固定好的螺母 先拿下來 然後固定那個馬達的橡皮筋 也要拿掉 不然旋轉的時候會有音音 兩邊的螺母都要拿掉 電片跟螺母都拿下來 接下來呢 把橡皮筋拿掉 在底下有固定的橡皮筋把它拿掉 再來 拿出剛剛後輪的部分 有凸起來這一個 我們把它合上去 軸心穿過來 然後另外一邊的馬達 另外一邊的輪子也是一樣裝上 另外一側也是一樣裝上輪子 那裝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那個軸心 軸心露出的長度 兩邊要對的 然後馬達的位置 要注意它有沒有卡進來 黑色的這一圈要進入到車體 兩邊都要對稱 這樣子馬達跟輪子 才能夠正確的固定 要記得馬達要裝進來這裡面 那輪子固定上去之後 把它軸心 用石頭鎖石頭把它推到兩邊對等的長度 再來呢 放上它的墊片跟它的螺母 兩邊呢 都放上墊片跟螺母 先用手稍微把它轉緊 固定得住就可以了 先用工具把它鎖緊 另外一側也相同 再來呢 我們用這個工具 兩邊齁 兩邊同時 我們兩邊的工具同時轉 把螺絲給轉緊 一定要兩邊同時轉 如果你只轉動一邊的話 它那個會跟著轉動 反而沒辦法轉緊 所以一定要兩邊 兩邊的工具同時轉動 把螺絲鎖緊 鎖緊之後 後輪就安裝完成 接下來換前輪的部分 接下來換前輪的部分 一樣先把在 輪子上的 螺母以及那個墊片先取一下 前輪就不用兩邊同時鎖了 但是要注意一下 取一下墊片 只要拿下外面這個小的就好了 大的留在上面就OK 大的留在上面就OK 我們直接把輪子合上去 記得裡面要有一個墊片 輪子以及車子的 連接處需要一個墊片 再來外側與螺母的 接點這邊也要有一個墊片 兩個墊片 這樣子內外一個 然後就把輪子鎖緊 鎖緊之後 確認一下輪子會不會卡卡的 運轉不會順暢 這樣就OK 它不會卡住 另外一邊一樣的做法 這樣四個輪子 都組裝完畢 接下來我們安裝輪框蓋的部分 這一把就是輪框蓋 沒有分前後 不一樣 上面會有五個卡榫 我們把卡榫對到輪框上對應的位置 對準之後稍微壓一下 卡榫進去就OK了 很簡單 每一個輪子都一樣 好 好 輪子裝完之後 我們來裝方向盤的部分 方向盤的部分 方向盤呢 它上面會有這個固定好的螺母 以及一根螺絲 已經鎖在上面了 等一下把它取下 接下來是方向盤的部分 上面會有一根電線 把固定的膠帶拿掉 我們先把方向盤上固定的螺絲以及螺母取下 好 好 取下之後 好 注意方向盤的上下 好 這樣子 好 這個方向 好 先將電線接上 好 電線接上之後呢 好 我們將電線 好 往儀表板內部塞進去 好 將這個接頭部分 塞往儀表板裡面 這樣才不會壓到 好 進去之後 我們這樣方向盤 合上去 好 將輪胎擺正 好 從這一側 好 把這一根螺母穿過去 好 如果不好穿的話 你們可以先對一下孔位 好 好 可以孔位先對一下 好 確定看看有沒有對準 好 如果孔位對不準的話 好 來 好 這個地方 這個要留意一下 好 請找到 底下 好 我們到底盤這邊來看 這個是方向盤那根軸心的末端 我們稍微把它向上壓 好 好 手記得它的位置 然後把它向上壓 好 方向盤把它向下 向下這樣擠壓 好 用夾的方式把孔位置 好 擠到正確的位置 好 好 這個時候再穿過這個 螺母 會比較容易固定 好 因為有時候它那根軸心頭往下滑 好 把它校正回來就可以了 好 然後這一顆 好 在另外一端 把它放進去 好 好 好 再來 鎖上 好 這樣 方向盤就固定完成 好 接下來呢 是擋風鏡的部分 好 擋風鏡的部分 好 擋風鏡就是卡榫而已 好 我們把卡榫對好 好 先把它合進去一點點 好 確定都有 合進去 該有的位置之後 好 稍微出點力 跳一聲 好 好 就是卡上了 好 向下推 好 這樣子 好 打風鏡就安裝完成 好 都是卡榫而已 好 最後 好 是椅子的部分 好 座椅的部分 螺絲已經固定在車子上面了 好 螺絲已經固定在車子上面了 好 這兩根 好 銀色的螺絲 先把它取一下 不是排車 那個上面サ compression 然後坐墊 方向盤給它整理一下 那個安全帶 安全帶給它整理一下 好 不要讓它壓到 也不要有 不順 瞬利下我們的方向帶 然後椅墊 後方的卡榫 先勾進去 噢 勾進去之後 將椅子稍微向下壓 然後向後 稍微讓它 卡上 拍一下 卡上之後我們就可以用螺絲 用剛剛拆下來的螺絲把椅子鎖上去 然後注意一下鎖點有沒有對好 光照一下鎖點有沒有對好 然後把它鎖上去 這樣就OK了 最後是我們的後照鏡的部分 照後鏡的部分 它是卡榫式的 左右邊的拿對 插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子卡進去就OK了 後照鏡就這樣子 兩邊都一樣 以上是我們的奧迪R8 奧迪R8的組裝影片